聖靈內聖地感到我們之罪 即使在我們不遵從神是 約十六章八節 聖靈保衛師 他幾久了就要見世人為罪為義 為神判自己責備自己 我記得我未信主時 我看電視 我那時是看電視 我看《恩羽之星》 我一向都不看亞視 因為我喜歡看人家化妝 我是無線的擁躉 我覺得亞視為何妝不漂亮 那些傢俬都不漂亮 我看無線 無端端有一次按臉模 按了各位亞視 我看這個節目是甚麼 那麼特別的 為何有一個人說 有一個藝人死了 為何他會那麼傷心 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那個就是鄭明寧 原來他是基督徒 那時候我很好奇 甚麼是基督徒 我看完之後 我看完之後 一集 然後再看一集 就是媽媽吸毒 有個女兒跪著說 如果有神的話 可不可以幫我媽媽解毒 我便說 這麼厲害 我又學她跪著祈禱 好了 我應該在家裡 叫做信主 立志 我便跪著祈禱 祈禱之後 慢慢有很多事發生 自己會 集備自己 啊 糟了 我應該有很多罪 這些也是罪 那些是罪 不斷自己數一數 哇 越數越多 然後跪著 自己會 即每一次看這集 看這個電視 我就會跟著祈禱 然後我就會落淚 哇 原來 這麼多罪 說謊也是罪 很多罪 哇 糟了 很多罪 越數越多 接著就打電話 好了 即是完了 有個電話 留給你們 那你們就打電話 去接觸 那聽電話的人 當然約了我回教 那我就缺子 那次又缺子 那我就缺子回去 那慢慢慢慢 就自己睡覺 就不停想那些 教會那些事情 什麼叫教會 什麼叫基督徒 就想 那時候就開始 越來越好奇 是不是真的有神呢 那時候我都 開始慢慢睡覺 但都不覺得 因為我是屬於一個 很好奇的人 即是一定要有真相 我才相信 你先所說的 分享是應用這個經文 非常好 那麼 那我分享那裡 就不要拖場了 那我就想你講 那樣的 那個經文 我們解經 那個經文 看到神的什麼工作 又應用在你身上 你將那個經文 解釋一下 是否需要看出來 這個經文去解釋 這個經文解釋 又發掘神的屬性 那我後來就跟著祈禱 然後我就不知道 是聖靈 我就跟著祈禱 天父上帝 祈禱 那祈禱完之後 就會 因為祈禱一路會 落淚感動 跟著 我想那個是聖靈 那會有很多罪 就發了出來 一樣一樣的認罪 那時候有看那些 好了 現在你還是繼續分享 我想你解解那個經文 有經文看到什麼神的屬性 然後你就 簡略回 這就是我所經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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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 現在是說我 不是說你 是說這個經文說什麼 他既來了少 就要為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你將這個經文解釋 然後就是裡面 發覺到神的屬性 我們第一解經 然後分享 就是這樣 這個經文 就是 約翰十六章八節 寫著 他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那我就開始 慢慢去明 你不是說我 是說經文 經文說什麼 神的屬性 就是神的屬性 原來一直都會放棄我們 一直都去感動我們之罪 去認罪 然後我就會 找一些朋友 跟他道歉 然後就回教會 一直聽聖經 這個部分 又是分享 可以的 你知道什麼時候 你是在分享 如果發掘神的屬性 這個經文 看到神做什麼 以及他的本性 是什麼 這個可能對你來說 就是一個改變的思路 就是說 神的本質是什麼 他會做什麼工作 引致你會有這個後果 我其實都是看電視的感 是我知道 但我現在是嘗試解經的 由這個經文去解釋 不過你出來分享好 你的經歷都很好 我試試解釋 對你來說 就是說 神就是在 我們都不知道罪是什麼 不知道關於神的事 當我們看到這些節目的時候 神就會做功 即是祂會叫我為罪 為我的罪 為神的公義 因為我沒有做到 為神的審判 將來要審判 祂就會教我去責備自己 即是神本身是聖結光明的 祂一來到祂會捉我我們的心 會開始知道 我自己有一些黑暗黃 即是祂不喜歡罪的 祂會感動人 會改變人 會改變人 有能力改變人 有能力感動人 感動你會流眼淚 然後就改變你 讓你願意去做 這就是神的那種聖 祂本身是聖結 祂又很想去改變人 很關心我們 祂不會踢開我們 祂不會不理我們 這就是在經文發掘 以後你就會講到自己的經歷 但是它的次序不一定是這樣的 看看是甚麼情況 有時候我們先分享經文 有時候先分享經文 但為何我一定要想你們 懂得講聖經呢 因為有些人經常都是分享 沒有經文的 我便幫我鼓勵 欣賞你的勇氣 多謝主 感謝耶穌 好 還有沒有人想出來試試做一下 有沒有 按讚 按讚 你 阿尼 你想要看 死 你 你 我